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今天晚上 一样会带大家各位修禅观 在修禅观之前 我相信各位有拿到一本 普贤行愿品 有没有 好 这是我要供养各位的礼物 第一张是我们桑叶金社的华言三圣 第二张是牵手牵眼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两张呢 是铜板纸 你可以把它切下来 然后Laminate 腹背或是flame 然后当你念的时候 请你向佛菩萨起请而且观想 当然假如你可以的话 请你从第一页念到九十九页 就是全部念 后面畅战的地方可以不用 念到往生咒 假如你不能够的话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先从第一页念到六十二页 各位你可以打开一下下 念到第二行 接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然后念往生咒 简单地讲就像一个西瓜一样 把它切一半 前面呢 先念长行文 第一天念长行文 第二天你再从六十二页 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三称 然后念二十普贤菩萨摩赫萨 欲重宣此意 普观十方而说祭言 完整说 普贤行愿品的祭送 是要全部念的 在菩提加也 西藏佛教的大法会 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 祭送要念十万遍 十万遍是所有的拉玛 一起念总数加起来 要在七天或到八天 一段的时间里面 念十万遍 那因为我们印的金本有多 假如你要多拿一两本的话也可以 但是希望你珍惜 不要乱乱丢 因为这是新加坡 以及台湾的莲友 前程供养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 正式印普贤行愿品 汉语拼音本 这下你们就没有借口了吧 No excuse 我再讲一遍 可以的话就是全部念是最好 假如不能先从第一页念到六十二页 第二天再从六十二页念到九十九页 结束的时候都念三遍往生神咒 最后翻开到一百一十四页 左手边发愿回向文 这个发愿回向文 我明天我会教你 我会解释 为什么这个发愿回向文很重要 我们讲佛力 法力 跟自力 在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是很脆弱的 但是若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当然很好 那若是你在灵命中已经断气了 可是呢你却还没有见到佛 怎么办呢 背这个发愿文 我明天会解释 所以这本书是供养各位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好 现在请看幻灯片 今天我会继续教大悲观心菩萨的常观 请看 常常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你才会让你自己的心定下来 因为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一切法是由心而显现 可是因为心很抽象 所以它有真心 也有望心 有时候你也会听到有些经论讲 真望不二 改天我会解释 先看一下 这是我们桑叶经社 大悲观心菩萨 最后一天要搬迁的时候 我们拍的照片 这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 接下来我们的清静的心就如金色的莲花 金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如来藏本性 在大寸礼观想常常会观 要么观白色 要么观金色 要么就是观彩虹的颜色 白色代表清静不染 在基督教天主教 他们在大殿里面 十字架前面也点白色的蜡烛 白是代表圣洁清静不染 金是代表什么 如来藏本性 由由黄金一般 充满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宝藏 所以你也可以观想金色的莲花 也可以观想彩虹的莲花 所以花代表我们的六度望恨的音 接下来你看 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张照片在part 2 part 3我放过 你看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会放光 落入到恶鬼道呢 今天有一位莲友来见我 就说昨天他听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他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大宝莲花 就在大殿里 别人没有看到 但是他看到了 我说很好 那是因为你过去世 就修大悲观音法门 所以有些人会看到 有人没有看到 你不用介意 但我现在放这个照片给你看的是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会 后面是善才跟龙女 后面有两个小朋友 男生是善才童子 女生呢 是龙女菩萨 所以一个出自于华严经 一个出自于法华经 那善才龙女 为什么跟着大悲观世音菩萨 到地狱里面呢 撒甘露 而且观音菩萨还吐甘露丸给他呢 各位你知道这些恶鬼道的众生是谁吗 就是过去的佛弟子啊 佛弟子在过去生里面 他拜过观世音菩萨 送过观世音菩萨 但是因为自己的业跟烦恼很出众 虽然观音菩萨加持他 但是他的恶业非常的大 所以他造了恶业而收入到地狱道里面 或恶鬼道或畜生道 这里是恶鬼 地狱经里面讲 业力甚大 能敌虚迷 能生俱海 能丈甚道 事故众生莫以小恶而为之啊 对不对 你们下午不是送地狱经吗 师父也送地狱经啊 但你嘴巴念 你没有去思维 业力甚大 所以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 不要造恶业 要造善业 我们的心是很大的力量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业力甚大 能敌虚迷 能够敌过虚迷山 能 能敌虚迷山 能丈呢 你的圣道 业力所造的呢 也比大海一样 广大无边啊 所以事故众生呢 莫轻小恶 不要认为造一点点的恶没有关系 你造酒了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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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石头就会穿个洞 你累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恶业 到时候业力现前的时候 就会像什么呢 海浪一般 海浪是可以把船都给打翻的 所以 这些众生 过去生就 拜过观世音菩萨 也念过观世音菩萨 但是因为自己造恶业 无法控制自己的心 所以你问我 师父什么叫修行 简单的说 不要写 废在脑筋里 能够调伏跟控制你的心 这才叫做修行 我再讲一遍 能调伏跟控制你的心 你才叫修行 我们修行就是修身口意嘛 你身很容易控制 比如说身 各位坐在这里 你就没有机会去吃榴莲 对不对 明天再吃吧 没有关系 口 我讲话的时候呢 我师父讲 在佛堂里 不可以讲话 这是礼貌 所以你身跟口 不容易造恶业 但你的意念呢 像呢 万马奔腾的这个 海浪一样 你像波涛汹涌的海浪 修行就是要调伏你的心 心就有很多方法 所以今天会再练习 当我们觉得心很脆弱的时候 我们要仰仗佛力 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力 你看观音菩萨先为他撒甘露 接下来羊汁尽水 片撒三千 最后观音菩萨 把他恶鬼道的蒙火解除以后 观音菩萨会吐甘露丸 就是像我们讲的诗诗 那恶鬼道饱满的时候 他就会很欢喜 然后呢 合掌听观音菩萨讲经 同样的 观音菩萨也会用神通力观 过去现在未来 而为他说相应的佛法 当恶鬼道的众生有佛力加持 他念佛念法念僧以后 业力尽了 他就会投胎 所以事实上 我们在六道龙力会里面 我们都投胎过 也居住过 只是我们忘记而已 接下来再看 讲观音菩萨 在中国禅宗 宋代的造型 最喜欢这个水月观音 注意下面是海浪 背后是月亮 禅宗的人喜欢禅坐 所以禅坐的人比较喜欢 这个观自在菩萨 常常反观你自己 身心自在吗 学佛我刚才说过 什么叫修行 就要调伏跟控制你的心 别人可能看不到你的心 可是阿罗汉 菩萨 天龙巴布 你动什么念头 你在打坐的时候 我们的念头就像漫画书里面 叫popo 有没有 画漫画书里面的那个对话 那个气泡 你的念头 它是看得到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看韩国的国宝 水月观音 这个呢 目前存在韩国的寺庙 古老的寺庙里 你看 它的观世音菩萨 后面呢 也是一样 有月亮 下面有海浪 观音菩萨脚是交叉的 这边要自在做 它身体注意它 它穿丝绸 但是是透明的 这是韩国的国宝 接下来再看现代版的 现代的众生喜欢这个 水月观音 注意 观音菩萨是很自在 一只脚翘起来 一只脚放着 不要学这个 你不要在大殿里学着 这是观世音菩萨 自在像 我想呢 你翘起来的话 是不太庄严的 所以你要学菩萨行 不要学菩萨行 专心听 背起来 你要学菩萨的action 六度万恨 行为的行 不要学菩萨外教的 outside form 行为行 行事的行 outside form 对呀 有时候你看佛像 对不对 佛像我们大殿 释迦摩尼佛是禅坐像 那你就要学禅定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 送元明以后 特别喜欢一个脚翘起来 一个脚踩着莲花 表示他随时都观自在 他后面有瀑布 或有流水声 底下有大海的海浪声 表示外在的一切的声音 跟五欲六成 他都不会影响的心 所以这个才叫做 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是对自立而说 接下来再看台湾 三亿木雕的水月观音 现在的人都很喜欢艺术造型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 我们在座很多的莲友 都是老菩萨 都是资格很老 年龄很老 学佛很老 但对年轻人来讲 他不太喜欢太严肃的宗教 英文说 Don't be too religious 就是大店里面 太严肃的话 年轻人会觉得有压力 现代人年轻人喜欢什么呢 类似于你们新加坡的 Coffee Bean Coffee Shop 对不对 或是Starbucks 他喜欢现代的 比较舒服的 但是所以现在台湾的很多佛堂 外在也没有建宫殿室 而是建现代的很多的Shopping Mall的那种 现代禅风造型 可是大店里还是非常的庄严的佛堂 这样你才能够以吸引现代的众生 再强调一遍 佛像放在那里 他不会升起功德 功德是在你心升起前进的心 或许你有些朋友也喜欢买观世音菩萨 佛像还木雕放在客厅当艺术品 艺术品只是欣赏 艺术品不会升起功德 而你要自己共香花灯果竹 而在佛前面广修供养而发愿 这样子他才会升起功德的 因为功德是从你的愿心而升起 好 那现在背挺直 身体放松 按照昨天一样 然后请你听声音 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然后呢 背挺直 身体放松 然后观想观世音菩萨 有两三层楼这么高 然后呢 观音菩萨像太阳一样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照着你 也照着佛堂 也照着一切的众生 就像你想妈妈这样 妈妈也一定想你 这个是义佛的方法 大师之念佛源通章说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静坐一下 摇盘晚ánd争 尼佛音简 structure 善望观世音菩萨 哪互观世音菩萨 因菩萨 难无观世 因菩萨 难无观世 因菩萨 用你的心去感受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难无观世 因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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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菩萨 难无观世 因菩萨 菩萨 难无观世 因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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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菩萨 好 结束了 心静一下 眼睛轻轻地动一动 手慢慢地动一动 怎么样 仰仗搭配观世音菩的加持力 你的心有没有宁静一点呢 师傅选这个音调是你从来没听过的 我故意选的是很慢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凡夫的心都很急 昨天说过 就算我们做功课 也是匆匆忙忙的开始 匆匆忙忙的进行 匆匆忙忙的结束 所以我们的心 其实在轮回里面 很少很少在几分钟里 把自己的心凝静下来 这个音调是非常非常的庄严 因为它是用韩国 丛林中鼓的演奏的方法 所以你的心会感受特别的宁静 好 请开灯 今天我们继续讲经 请打开灯 谢谢工作人员 请翻开讲义 第九十六页 请看九十六页第六行 也可以看幻灯片 丙三 丙三 观音加持 忏悔过去的恶业 从九十六页到九十八 先看幻灯片 科盘分六 丁一 失禁够 得恶果 丁二 重述外道的因缘分六 丁三 起恶心伤害众生 丁四 以形聚锁住对方的敌人 丁五 这时候 因为求观世音菩萨加持 观音菩萨就现了 纳罗天的声音 纳罗天是观世音菩萨 一个现身相 他度外道的时候 现了一个 纳罗天王寻生救苦 第六个 仇伎俩以对抗 被观音菩萨呢 所救的众生呢 还是不甘心 想要讨论 用各种技巧 来反抗对抗敌人 最后观音菩萨 叫他放下自己的称心 好 这是科盘 现在在讲之前 请看第九十六页 第六行 观音加持 请把加持 两个字画起来 请看幻灯片 补充资料 我因为知道有些人 又很认真要操 所以我先把它打出来 什么叫做加持 加持是什么 是加持可分为好几种 加持可以分为有形的 一直到无形的 现在全世界 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 所以学佛的人 第一个都想什么 发财 那很多人在新加坡接受西藏人 不切灌顶 第一个都要灌什么 财神也 叫张巴勒 我可以感受到居住在这个有福报的国家 因为大家物质生活得非常好 对不对 说句笑话 台湾有个老菩萨跟我讲 师父啊 夭壽啊 脈酒看开 都也要钱 都是钱 我说老菩萨啊 脈酒没打开 你睡的时候也要钱 意思是说 老菩萨跟师父抱怨 师父啊 夭壽啊 现在活着很辛苦 从早到晚都是 钱钱钱钱钱 生活也要钱 水电瓦斯也要钱 孙子呢 教育也要钱 出国也要钱 做功德也要钱 朝圣也要钱 那我跟他说老菩萨啦 脈酒没打开啊 你在睡觉的时候也要钱 要有房租费啊 你们新加坡讲 Air condition 冷气费 也要钱 这钱从哪里来 从你的福报中生出来 福报其实不单单指钱 福报有分有行的跟无行的 有行的包含钱 其实无行的有很多 包含你的人缘 才华 能力 人际关系 你跟人与人互动的善缘 这些都是福报 能够遇到好的善知识 学习佛法 这个也是福报 你能够呢 心想事成 没有障碍 也是福报 比如在座各位 难道你每一个人都党当当国王吗 对啊 你心想当国王 但是你不一定有当国王的条件啊 国王的话 是要多生多劫 广修无量的福德 然后积广大的功德 救度苦难的众生 护持三宝 正法才会有当国王的条件啊 而且现在当国王也不一定都快乐啊 是不是 因为周遭的文武百官 明争暗斗 勾心斗角 你不斗 你也不能活下去啊 所以各位 不要羡慕文武百官跟王公贵族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富贵学到难啊 富贵的人啊 除非他非常有善根 才会做佛门的大护法 所以 由善根 学习佛法 精进修持 这个才是真正的有福报 而讲到最后 你心里知足了 才是真正的有福报 你心里不知足的话 就像我常说 你住新加坡 Ocho Road Full Seasons Park 你还是会不知足的 你总觉得这个房子还是不太好 风水不太好 我还是想搬一栋更好的 对不对 所以加持加持 其实在佛教里是有的 请看幻灯片 第一 圣地的加持 比方说去了印度 菩提加野 或中国四大名山圣地 这些都是很多人的修行的人 套句世俗话来讲 这边的磁场啊 能量啊 都比较的特殊 我很少讲磁场跟能量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有违法 佛法所追求的并不是这个 我记得有一年 我去朝峨眉山的时候 带学生 我去了两次 我当时呢 就遇到台湾有道教徒 跟一贯道 也去朝峨眉山 因为峨眉山本来呢 还不是普贤菩萨的圣地之前 它是道教修行的地方 峨眉山呢 灵气非常的重 那我记得我们在普贤菩萨 万年寺之前念普贤行愿品 念六字大明咒绕佛 很庄严 可是外面有一群人 穿着道教的衣服 做什么 我们来发功吧 吸气吧 这是临山圣境啊 这个能量太好了 我们要多吸一点啊 我看了觉得很可笑 也很愚痴 为什么呢 那就像什么呢 蚊子啊 来我吸你的血 吸完了以后呢 再来呢 再注到你的血里面 假如佛菩萨的功德力 可以这样的话 那我看呢 我们现在排队 每个人都来输血 或是吸血吧 但答案不是这样 那是有违法 可是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 为什么道教会觉得 额眉山是临山圣境呢 因为它的灵气是吸收日月天地的精华 所以有很多的树木 都是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 每一个植物都有自己的气 我们呢也有自己的气 我们常常说 你最近脾气很不好 你最近脾气很大 你看你还是有气 还有我们中国人常讲 有福就有气 对不对 福气 福气 有些人有福报 就很有享福 有些人叫无福销售 你接受福报的时候呢 还要接受子孙的气 所以叫福气 气的确存在 另外 加入 对不起 又是新加坡 新加坡呢 都喜欢用L Condition 可是我们台湾都有很多的窗户 事实上你密闭式的时候 你是不太适合打坐的 打坐的时候 容易昏沉 为什么 空气不流通嘛 你看中国人 对不对 文化是非常好的 所以 到圣地里 具体有圣地的加持 你不要跟师父顶嘴 心静则国土静 那表示你没有去过圣地 心静则土静 是理上这么说 可是你真正人到了圣地 五台山 你就感受到 文书施利菩萨的智慧光芒 所以圣地有它的加持 第二个 圣物的加持 比方说东南亚 所有的莲友都最喜欢什么 拜大杯灿 大杯水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在台湾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莲友 很不幸被医生呢 宣布你已经hopeless 癌症第三期跟第四期没有救了 可是他不放弃 每天念二十一遍 或四十九遍的大杯神咒 喝大杯水 连续喝六个月到一年 最后癌细胞全部都消失了 这是真的 这个也是圣物的加持 观音菩萨在四大菩萨里面 地水火风 观音菩萨就用水大来利益众生 因为阳之尽水 遍洒三千 而文殊师利菩萨是用火大 对不起 那个火大不是你的身 你这个人火气很大 不是 是智慧箭上面有智慧之火 地藏菩萨是地藏地藏 是以地大 那 普贤菩萨是风大 风大是代表他一举手 一头竹 空气都会流动 他都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大悲观音菩萨是悲心广大无边 同样的我们人百分之七十是水 所以你若不喝水是不舒服的 所以希望各位老菩萨 或各位莲友 你的水壶里面常常喝大杯水 尤其现在世界灾难很多 只要有两类的灾难 世界人类都容易灭亡 人与人之间 虽然每个国家都在买武器 其实根本不用打仗 第一个 天灾 地震 海啸 第二个 细菌传播 听说现在东南亚跟全世界 又有新的细菌了 而且 人类都一直在开发新的抗生素 可是建议各位不要乱乱吃药 为什么 你要吃多了 你的肝跟肾会不好 肾脏若不好 那你就要洗肾了 洗肾呢 就代表呢 你已经差不多没有救了 所以不要乱吃药 你可以喝大杯水 大杯水 会清净你身体的障碍 同样大杯水 也会灿除你的恶业 下面一个 社粒子 佛陀在世的社粒子 的的确确是有功德力的 举个例子 中国大陆西山法门寺的佛指设立 因为台湾尊贵的星云大法师 佛光山的体系跟中国大陆交涉 所以佛指设立曾经来过台湾 第一站就在台北的体育馆 我亲自去看过 今天有一个人问我 师父我们怎么知道佛指设立真跟假呢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 注意听 注意听 我是讲佛法 你不要想到乱七八糟去 也就是说真正佛陀的社粒 你看到你会很感动的 因为佛有佛界定会的功德力 比方说我当时在台北 我真的也排队去看到佛指设立 我一看到佛指设立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看到释迦摩尼佛 我就放声大哭 师父足足哭了半个小时 当时每个人都排队 也可以拿花去供佛 那大会很细心 前面有一怪 就是让你礼拜去 我就足足在那边 他拜佛 我拜了半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见真正的设立 就如同见佛在 其实佛的牙齿是很多颗的 讲门牙只有四颗 其实佛还有其他很多的牙齿 印光大师火化的时候 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 他四十颗牙齿都还在 所以你看高僧都有这种功德力 何况佛陀 所以佛陀的设立子 这是第一次再生的 后来也有再生叫衍生设立 生出很多很多颗的设立 所以真正佛陀的设立 是他有他的功德 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说 佛陀本身可以成为肉身不坏的 但肉身只有一个啊 请问放哪里 大家会抢啊 对不对 以前广青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他本来也成就肉身 在他离命中前一个个礼拜 他突然改了遗嘱 把他火化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三个道场 他想肉身放哪里呢 这三个道场一定抢 而且一定打的 所以你看 历代高僧跟诸佛菩萨都以大悲心 所以设立子是要让众生看到你 生起广大的怨心 修戒定慧 这个才是他的功德 后来佛陀设立就在台湾绕了一圈 最后就是诵鬼 中国西山法门寺 因为他是唐代历代帝王 亲自在那边修的寺庙 所以那个是的的确确佛尺设立 接下来甘露丸 在西藏里仁波切上师也会给你甘露丸 在这里但是之父要公开提醒你 甘露丸的确有它的加持 它是西藏的藏药 透过修法 然后给你佛菩萨的祝福 但是我要提醒你 对于来路不明的甘露丸 不要乱乱吃 就像我公开呼吁过 新加坡人在Tranetown 也都很喜欢带 泰国佛牌 我也去看过 可是我听说 现在更不好的 放降头 就是放在佛牌里 其实这样做的人 将来会多地狱的 因为他就是想控制你 哪里呢 都没办法带 你一定相信佛菩萨 表面是佛牌 里面就是降头 所以对于来路不明的佛牌 请你也不要乱乱带 我看过很多莲友 带一大牌 像粽子一样 一个不够保佑吗 要这么多颗吗 对不对 真正你有一颗 佛菩萨就会忽念你了 对不对 带了这么大串 像粽子一般 好像也没什么加持吧 第三类 诸佛菩萨的加持 也就是你在禅定中 梦中会见到佛菩萨放光跟说法 但先决条件是 你的心要在戒定会 比方说你现在念大悲神咒 很专心的念 突然你在念咒的时候 看到观世音菩萨了 挺好 这就是真的 因为你的心是在戒定会 心在戒定会的时候 定中所见的 就不会是幻象 假如你现在是心很散乱的 对不对 然后突然到夜店去跳卡拉OK 听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也很喜欢disco的音乐 对不对 大悲神咒编为disco的音乐 在舞厅里放 当然这个也有辩论 不过我觉得也好啊 在disco里面 难得你还喜欢听大悲咒 对不对 可是你在跳disco的时候 老实说 观世音菩萨会不会现前 大概不会 因为你的心是散乱的 知道吗 你不会跳一跳说 我疯狂了 观世音菩萨呢 这个也出现 甚至有人说 师父 我在disco的时候 也看到观世音菩萨 跟我一起跳disco 你别傻了 他这么忙 哪会时间跳disco啊 所以你必须学佛法 判断 有些境界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但是不可以炫耀 注意听 假如你见到了佛跟菩萨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或者大悲观音菩萨 或是诸佛菩萨放光为你说法 不可以说 为什么 说了会有魔障 也就是会有傲慢心 但是有一种情况 你可以说 对于你的老师 教你佛法的老师 你相信他 因为要请教是真的跟假的 你可以在私底下请教善知识 请看第四类 上师的加持 在西藏里很重视上师的加持 那意思就是说 要常常意念善知识的叮咛与教诲 善知识跟你有缘 佛菩萨有时候千百亿 然后呢 你应该去看善知识的功德 而不是去挑善知识的过失 我常说一句话 英文讲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是圆满的 你既然要跟一个老师学 表示这个老师一定有东西 是你学不到的 你要有恭敬心 现在的众生有时候很难教 你现在呢 教他等到他学的比后啊 比你好的时候 就会拿佛菩萨的道理 来跟师父顶嘴跟辩论 其实这是不好的 对不对 我们人对于所有的世间 初世间的老师都要感恩 对不对 所以常常意念善知识 对你的叮咛跟教诲 这个就是上师的加持 或是善知识的加持 最后一个第五个 请做个记号 我们学佛法最后的加持是什么 是正法的加持 常常思维佛心的教法 而在你贪嗔痴慢疑的心中 升起强大的力量 这个才是真正的加持 这个才是永恒的加持 所以我常说 心中你若不学佛法 走到三千大千世界啊 你的心都是黑暗的 你都很苦 你心中有佛法 你走到哪里 你都会产生智慧与光芒 所以希望各位 不要否定有形象 圣物 圣地 以及佛菩萨的加持 但这些加持 最重要是让你恢复你内心 法的加持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你有见过一次观世音菩萨 跟没有见过一次观世音菩萨 你的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好 请看下面 观音加持 忏悔过去的恶业 可见忏悔是很重要 今天我要补充 因为这个标题很重要 请看 印度吉天菩萨 他的老师是文书施利菩萨 他写过一部书 叫做《入菩萨行论》 在西藏红白黄花佛学院的第一课 第一年 每一个人都要读这部书 他里面有解释到 忏悔需要有四种力量 请你抄下来 忏悔不是说 哎呀糟糕了 我现在做错了 我就到庙里面 大悲观世音 大悲观世音 辛红是说你会原谅我的 然后呢我就跟你忏悔 就这么结束了 没那么容易 我曾经听说 为什么很多人会比较喜欢 学基督教天主教 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基督教天主教 只要神父为你 阿门 你就可以解除 所以礼拜五 第一到礼拜六 都每天可以去 蹦恰恰蹦恰恰做坏事 礼拜天只要上了教堂 神父啊 我要跟你告诫 I'm so sorry 我做了一些坏事 好讲一完 阿门就解决了 这是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义 可是老师跟你说 佛教没有这么容易 假如这么容易的话 那观世音菩萨 每一个人都放光在你头上 就 Omma ni bai mi hon 这样就解决了吗 答案是什么呢 因为业要靠自己去改变 请看第一 忏悔要有出罪力 或是追悔力 就是你要从内心里讲出来 知道自己错 有时候夫妻吵架了 冷战也不愿意跟别人道歉 还有呢 孩子对爸爸妈妈不笑 也不肯道歉 有时候学生顶老师的嘴 甚至联合来整老师 也不肯道歉 不肯道歉 就会把你的心也盖住 死的时候呢 你会断气 然后你看到的世界都是黑色的 这就是恶业把你的心盖住 那你要把你的恶业 忏除 有一个方法 Please speak out 讲出来 讲出来是要很大的勇气的 所以古来出家众忏悔的时候 叫做布萨跟结魔 半月半月送戒 在家居室是出去的 不可以参加 为什么出家人今天会说 哎呀抱歉 我今天呢 看了一样东西 我拿了别人的东西 可是我后悔了 又放回去 可是呢 我还是犯了偷盗戒 跟大家忏悔 忏悔就得清凉 所以你要讲出来 第二个叫对手忏 第一个是大众忏 要讲出来 第二个对手忏就是 你对哪一个人有误会 你要讲出来 跟他说道歉 可是现在我们华人呢 有时候也很爱面子 我才不跟他道歉 我打死我都不跟他道歉 你干嘛这么倔强 等到他断气的时候 I'm sorry 他已经过世了 我来不及跟他道歉了 然后就问师父 我念谱行回向品 回向给他有用吗 不能说没有用 可是为什么你当时 不跟他道歉呢 你为什么心这么狠 就为了堵那一口气呢 当然道歉可能也要考虑到一些方法 你不愿意说 我建议你可以用写的 写了给他看 他看完了以后 请他收掉 这样也尊重你的隐私 一直到中国发展出来 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喜欢拜餐 因为嘛 对木头拜 中国的民族性 早期是比较保守 当然现在的华人 也很多受西方教育 很开放 所以忏法会在中国非常的弘扬 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性 大悲忏 地藏忏 金刚宝忏 慈悲三昧水忏 就对他佛像忏悔 当然他有功德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 是不是要提醒你 你念了这么多 你知道你在忏什么吗 我们现在念的是古汉文啊 你知道你在忏悔什么吗 其实有些人也是猛茶茶的 不知道 对不对 忏完了 诶 佛堂有一段素灾 吃一顿再说 对不对 忏悔是要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错 错了以后还会再犯的 所以看第二个 依止力 就是你要皈依三宝 简单的讲这里皈依三宝 不是形象上 哦 师父我皈依三宝了 有很多联友呢 嘿 家里呢 在皈依症呢 一排二十几个 你皈了这么多依 你还是没有抓到皈依的意义 是什么 你的心要依止佛法身 去净化你的身口意 这叫依止力 第三个 对质力 就是要 就称为 环境力 就是呢 你要找到自己 转变你 贪嗔痴的方法 比方说 你本来脾气很大 脾气很大的结果呢 你发了脾气 伤害了别人 好 我跟他忏悔 可是下次你还是没有改脾气啊 这个不叫做忏悔 所以你忏悔完了以后 要改自己的心跟习性 永不再犯 叫对质力 要找到你对症下药的方法 最好方法是念佛跟念咒 举个例子 你刚开始称心很重 看师父表演 称心很重 像山一样 然后呢 你后悔了 你心很宁静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错 所以你一上一下 落差很大 什么要忏悔有效果 看这里 不是没有恶念 是他起来了一点点 就平静了 过一阵子又犯了 一点点又平静了 所以他的心 比较容易保持平静 这个叫做对质力 最好的方法是念佛与念咒 否则你无法控制你的心 你有时候也知道啊 对不对 我不要再造恶业 举个例子 就像抽烟跟喝酒 这是最长的 我知道我要戒烟戒酒 但是看到别人抽烟跟喝酒 心总是痒痒的 对不对 那就是你要控制你的心 还有说谎话 你知道 我呀 很多人啊 尤其是佛教徒 有时候我看到 学佛归学佛 很爱讲假假的话 讲习惯了 哎呀师父 你太庄严了 你要常常来新加坡啊 其实呢 我每次来奖金 他都不来的 我都知道 你会过来见过我 我都记得你的 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假假的 假为什么不好注意听 你会说 我妈妈曾经顶过我儿子啊 你每次都说假假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假 这个社会就是假 假是轮回的因 真才是初轮回的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假呢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光无量受佛经理讲 菩提心是真心 制成心跟发愿回向心 真心就是要表里如一 不过表里如一 并不代表你没有智慧 乱乱讲话 而且要有智慧 看场合讲话 你假假的 那我也就跟你假假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戳破你的脸 甚至有人还传说 做新红法师的弟子 很严格耶 没错 我本来就要求很严格 我严格的 不是要求你好的结果 我刚才讲 Nobody is perfect 我在乎是你的motivation 跟intention 你的动机 是真的想要学佛吗 你真的想要出轮回吗 我在我的师父旁边 做过试着 我做过 遇过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 饭夫走族 假如一个老公公 老太婆很苦 就算她没有供养一毛钱 但是她真的想学佛法 我也会单独为她说佛法 三天三夜的 假如你还是假假的 用社会世俗的习气 来跟我应付 我五分钟我就解决了 我还有很多武功秘籍的 不然 不要拍掌 不然呢 因为你拍掌 会打断师父的私欲 不然我出家今年 已经二十三年很惭愧 我能够披上这个袈裟啊 不还俗啊 不被众生度走啊 真是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 度众生是很难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度众生拉他一把 他拉你三把的 往下拉的 现代的人呢 都喜欢在后面讲你的坏话 对不对 然后甚至呢 现在人都喜欢呢 在后面呢 还泼你的冷水 甚至我还听过新加坡 有人说笑话 新闻法是这么庄严 他旁边逝者都没有女生耶 哦 都是帅哥耶 哎呀天哪 只差我旁边没有猛男 对不对 都不知道这些众生在想什么 好像他很喜欢看我的八卦 喜欢听我的绯闻吧 希望我跟你说 你绝对没有机会的 因为我自己很谨慎 我所谓谨慎是我会控制自己的心 我跟人家会客的时候都谈佛法的 我不会谈乱七八糟的 也有些连友说 师父 我跟你特别有缘耶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以前有一个连友就曾经这样 崇拜师父跟崇拜法是混在一起的 你知道我还叫他做什么吗 先到大殿念三遍补门皮 七遍大悲咒再出来跟我会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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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这么庄严啊 他是透明的 对不对 观音菩萨 男众女众他都度啊 我们对观音菩萨要有 第四个 誓补犯罪力 就是要称或称誓愿力 誓愿力就是你要发愿 愿的力量会控制自己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有时你发了愿 说我明天以后不再赌博了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啊 要偷偷的去ATM领了一百块 然后还是进了赌场了 你有时候会很难控制自己 对不对 是不是 听说新加坡很多 Auntie跟Uncle 老本都输光了 不要去赌博 你宁愿把那个赌博的钱 拿去做功德去救别人 对不对 人生在世很短 有钱是你的福报 你应该去做有意义的事 所以要有四个力量 请背起来 在佛学院考试 这一条是一定考的 一出罪力 又称为追悔力 第二 依止力 又称呢 归进力 归一三宝的力量 第三 对峙力 又称为环境力 找到对峙的方法 把你的心给转回来 而灰尘清净 第四个 誓不犯罪力 要呢 在佛菩萨面前发愿 请佛菩萨护念你 这里的发愿 不是指世俗的发誓 我曾经说过 佛门里面 没有还愿的思想 还愿的思想是民间宗教的 观世音菩萨身上 不用你挂很多金牌的 其实那个金牌 观世音菩萨也没拿到 妙宫拿去啦 好 请看下面 请看丁一 施尽 够 得恶果 注意听 不施的时候 心是染污的 所以你虽然不施 得到的果报是不好的 请看经文 按着前面的经文 耳时大阿修罗王 听过观世音菩萨说法以后呢 放声大哭 泪流满面 而且心怀悠闹 哽咽 哽咽 依须 哽咽依须的意思 就是说 他流泪 然后一直哭 哭到呢 好像呢 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 叫做 哽咽 虚切 对不起 等一下 哽咽 哽咽 虚切 哽咽 虚切 哽咽 虚切 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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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个注解 就是 他也做布施 但是他在布施的时候 用咒术 下降头 就像你现在看到 新加坡也有印度教 也有民间宗教 常常都会用一些咒术 他一样做布施 然后由这个恶因故 由复杂的布施故 我今跟眷属 反而因为恶业禅服 墮落在三恶道里 他便阿修罗 受死业报 而今何故呢 我虽然听到观世音菩萨说 你持一少分的食物 用真心供养世家如来 功德很大 就能够变成甘露 可是请问观音菩萨 我自己的心是不精进的 我过去是 也常常帮助很多人 也施米施油盐 然后布施财物 也花了很多布施 可是我在布施的时候 是有染污心的 下面用了咒术 或是呢 心是染污的 所以我得到不好的果报 请问观世音菩萨 请你救救我吧 我应该怎么改变 下面他就讲 他外道的因缘 注意听 这段很重要 可见布施的时候 要用清净的心 说一个我的历早 还是说我 不好意思 一直都提我父亲 我的父亲呢 也是这样 他是一贯道 他也念大悲神咒 他也念观音圣号 但他满脑子想法 还是外道的思想 听说 我要出家的时候 他舍不得我 当然我是他儿子 他知道我的生辰八字 他就做了一个稻草人 就呢 抓了 没一笑 还是没一笑 后来我的妈妈跟我讲 我出了家以后 她跟我讲 我说当然没有笑啊 因为我念普门品 跟地藏经啊 普门品就讲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当然 我的爸爸的力量 敌不过观世音菩萨的力量 我爸爸也学过咒术 平常很有效 可是对我就没有效 讲这一段是告诉你 不要乱学咒术 假如你学了咒术 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心 你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还有 也不要乱乱把你的生辰八字 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或是呢 想你的头发跟甲指 指甲给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为什么 因为咒术因缘果 它一定要有缘 听说东南亚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都有很多咒术 比如走到你面前 有时候看到人家的那个美女很想要 然后都希望呢 成为我老婆 然后就叫人家下降头 这是不好的 人家不要做你老婆 你干嘛硬要拉人家吗 甚至呢 他就问一些桃花韵 然后上个箭头 然后hello 我跟你有缘 拍你一下 肩膀一下 那头就昏昏的 就像迷幻药一样 现在东南亚很多人喜欢做这样 还有有些人听说呢 我生意不太好 然后我学一些咒术 放在床底下 然后我生意就会发 天呐 你不是一路发 你会发疯的 现在的众生 有时候为了得到现实的利益 是不择手段的 但是假如你不信 碰到人家用咒术或降头 来对你的话 念大悲神咒 念六字大明咒 念笔观音力 寻声自回去 他对你就没有办法 好 再看下面的经文 丁二重述 对不起 我还没讲完 好 丁二重述 外道因缘 他讲到婆罗门 请看幻灯片 给各位抄 在印度 释迦摩尼佛很伟大 他就是破除四种性制度 好 这垂涂 在内评稿里面 你不过 感谢观看